台湾疫情急速升温 今天单日新增了6例死亡个案 年龄都是介于60到70岁 而且多有慢性病史 其中还有两起是在死亡之后才确诊 截至5月24号 国内累计染疫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9人 那么当中有多起是猝死加重的个案 专家认为要留意快乐缺氧 什么是快乐缺氧呢 就是患者血氧下降了 但是却没有出现喘气或是呼吸加速的情况 就像是无症状一般 所以很难察觉 也很容易导致患者的病情急转直下 另外国内使用呼吸器的重症患者增加到了84人 比起前一天新增18例 学者还预估到了下礼拜 死亡人数可能会再攀升 本土疫情严峻 国内24号在新增6起死亡个案 其中4人分别有胃癌高血压及肝硬化等症状 再确诊两天后死亡 另外两人则是在死亡后才被验出确诊 不过个案间有共通点 年龄都介于60到70岁多有慢性病史 外界关注未来针对像这样的慢性病确诊者 能否直接送医监测 一般的慢性病也并不见得就是说会把风险增高 监视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血氧 那相关的一些有没有喘气 呼吸不顺的这些情况 可能是在判定上更为重要 截至5月24号国内累计死亡人数达29人 其中有多起猝死家中个案 有专家认为这恐怕与无症状缺氧有关 患者血氧下降却没有喘气或呼吸加速 因为看起来就像无症状 所以又被称为快乐缺氧 有法国研究发现新冠患者住院无症状缺氧者中 有约三分之一住进家户病房 约四分之一的人死亡 另外国内重症比例也大幅提高 使用呼吸器患者增加到84人 比前一天新增18例 其中60岁以上重症率高达19.1% 由于患者从轻症到重症再到死亡 一般约两到三周时间 学者预估下礼拜死亡人数恐怕会再攀升 建议临床如果碰上有肺炎症状的中高龄患者 务必提高警觉 最好给予抗病毒药物及早治疗 才能有效降低重症死亡率 记者最后报道